今天我跟宋阳一起为大家合讲KMesh 是一个架构创新 为Eastio带来一种新的数据面选择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那个是徐中虎 然后我的GitHub ID的话 很多人都见过 就是杭州HZ 然后徐中虎 然后我现在来自于 然后我这边是华语云的一个呃 呃 然后 然后 我也是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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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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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开始到 大概是从1.6合并之后吧 然后E2D这个呃 呃 呃 叫单体的这个控制面 一直就到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 呃 最开始的1.6之前 我记得大概是1.6啊 呃 呃 如果说记错的话大家可以纠正我 就是在1.6之前实际上是 呃 呃 三个组件的 有Pilot啊 然后Galley啊 还有这个 呃 Ctaddle 对 然后1.6之后是只有一个 控制面是只有一个组件 E2D 然后 E2D然后管控着所有的这个Sidecar 对 Sidecar就是每一个Pod中去注入一个Sidecar的container 然后这个 由container去拦截 然后并且去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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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用发出的流量 对 然后整个部署模型呢是大概是这种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控制面 这个E2D是部署在 可能是在我们的管理面的节点上面 然后如果大家为了高合用 一般会在自己的服务网阁中 把这个E2D然后部署在呃 呃 跟自己的业务容器是隔离的一些节点上面 然后呢 上面这个图里面就是所有的我们的业务容器 业务容器会呃 呃 被注入一些Sidecar 呃 如果我们 我们如果需要的话啊 就是可以去 让它去注入 然后当然也有 E2D里也有一些选项 一些annotation 去让我们去选择 对一些应用 不注入 对 然后右边的这些 这个图中呢 是我们E2D社区里面 对这个Sidecar模型 Sidecar模型去做的一个 呃 可以看到从这张这个图中啊 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呃 整个实验 然后 如果是在 这种模型下面就是 呃 client and server 都有Sidecar的这个 条件下 然后我们这个 呃 E4D 增加的实验是 大概是 1点 就是 90% 90%的实验的话 是1.31毫秒和 呃 99%的实验的话 就是1.58毫秒 对 然后呃 呃 右边这张图其实也能看出来 我们一起去有一些 就是 因为很多人去做 做这个性能测试的时候 会有一些默认的一些配置 如果我们去做优化的话 比如说去掉一些 不必要的这种 Felter啊 它这个性能是会提升的 从这个 上下两条线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些 呃 做可观测性的 那种Felter 就是把它关掉之后 它的性能是有提升的 呃 呃 我再来看一下就是 其实很多人 或者有些 有些场景啊 对这种实验啊 或者是 呃 这个资源开销 是有一些建议的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呃 呃 在一些开源社区的开源领域啊 有一些项目 其实做了一些探索 比如说Eastio 我们这边 呃 有一些探索是 比如说 呃 基于EPPF加速啊 就是 把本来拦截的部分 然后换成 本来IPDBOS拦截的部分啊 用 用这个EPPF来做 拦截 然后 减少了协议站的开销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 呃 Clium 这边 我们Clium 其实知道也Clium 呃 也发布了自己的Clium Mesh 对吧 Clium Service Mesh 应该是 它也是 呃 那就是 R4的话 直接直接走的这个 内核的这边处理 R7的话 但是它又绕回到 这个 它的用户态 用户态 其实也是 基于这个 应该也是一个 基于invot的一个东西 Clium Invot 然后还有一些proxy list的 就是把它集成到SDK里面的一方案 比如说JPC 然后还有Mouse 这种也是支持proxy list的 另外LinkedD其实 最开始其实也是有一些探索的 LinkedD这边 它那边当然基本上现在是算是 在这块 其实在这块性能方面 LinkedD它本身原来就是跟Invoid这边设计 它这个有些区别的 它的扩展性啊 其实没有Invoid这边好 所以说它LinkedD这边 它本身的这个latency可能 因为它功能也没那么多嘛 所以它的latency可能稍微的会好一点点 对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我们去分析了 分析了一下当前这个sidecar 它的性能的开销的一些点 还有些我们自己的想法 然后通过这个火焰图 我们分析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sidecar去通信的时候 它这个实验都消耗在哪里边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用户态和内核态的这个context switching 大概花了25%的时间 然后这个protocol这个stack 就整个几个这个stack 它是花了大概40%的开销 然后呢这个IP2Pos这个转发呢 大概是耗费了是10%的这个时间 然后这个sidecar traffic的这个hijack 这个hijack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流量到envoi 在envoi处理到那个路由之前 这个这个阶段 我们叫这边取了个名字叫traffic hijack 这部分是大概花了15% 然后后面的15%呢 就是包括这个envoi的这个routine啊 还有它的那个load balance这一块 大概花了另外的这10%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是做了啥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那个想法 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一个我们想做一个这种透明的 高效的和还有低开销的 这么一个复网格的技术设施 然后这边这个模型呢 也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考 最开始实际上是 有一些这个shared library model 就是我们现在grpc那种模式啊 就是有一个共享的 这个直接在sdk里面去做这个流量的治理 这个是比较老的 还有另外就是sdk那种传统的模式 对啊 然后后面的话 眼睛倒是sadecar 然后我们的新的想法呢 就是有一个 把这个sadecar这块的能力 然后下沉到offload到 操作系统的内核里面 然后在内核里面 然后在内核里面通过这个内核的能力 去做这个流量的这个治理工作 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想法 然后下面呢 我想请我的同事这个谢松阳 然后为大家展开一下我们这个 kmesh当前这个做的一些探索 好 谢谢中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kmesh在这块做的一些探索 就是前面中虎提到的 当前的服务网格其实在一些高性能的场景下 其实有一些限制嘛 所以我们在这块也做了一些尝试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嘛 第一个阶段我们是基于这个sockmap 就是可能一些其他项目也有一些 基于这个技术点做的 基于就是sockmap对现有的一个 sadecar架构的这个网格 做的一个数据面的加速 然后还有进一阶段 我们又做了这个四到七层的流量治理的 这个offload 就是下沉到内核中去做这个流量管理 这个是刚才讲到的第一阶段做的 这个基于sockmap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左边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那个 因为sadecar的引入嘛 就是它引入了代理架构 其实是引入了这个 进出内核协议站的开销 就是下面红框标注的这个地方 那这块能力我们思考是 其实是可以通过eBPF的能力 来做一些短节和加速 就是下面这个TCBIP协议站 部分内核协议站 我们其实是可以用eBPF来加速的 这块主要的那个技术点 就是基于sockmap 就是社区的这个 eBPF的一个子特性 它能够把这个sock的力度的这个流量 做一个node上面的一个短节 这块的话我们做了一些 这个benchmark的验证 包括一些功能的开发 最终是能够达到 端到端的的话 它是能够有个15%以上的一个性能提升 如果单看poed到sadecar之间 其实提升效果会更高一点 就整体的话从poed的 poed的发出流量 然后经过本端的sadecar 然后再经过sword的sadecar 最终到sword 这个路径的话 是有个15%的一个提升 那整体来看的话 sockmap其实对现有的网格 这个代理架构是有一定的加速效果 但是可能有一些极端的场景 或者说一些对性能要求更高的一些场景 那能不能进一步 那个减少这个实验的开销 所以我们又进一步做了 offload的一个探索 这个是我们近期做的一个kmesh的一个主要功能 就是看左边这个对比图的话 就是原来的sadecar它是一个代理架构 它其实从那个service a到service b之间 是经过三条 就是三条链接 它本身客户端要给自身的sadecar建立一条链接 然后做一些流量编排的一个能力 然后sadecar到sadecar之间 它的通路也有一些这个 巡路啊 巡指啊 路由的能力 然后到service之间 其实也要经过一层代理 整体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把原来的服务访问的一条 变成了三条 所以那个实验是开销是增加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们kmesh的这个思路呢 就是把这个编排能力下沉到内核 当然这里面是用到了eBPF的技术 还有那个内核可编程 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流量管理的这个runtime 整体的话是达到了这个三条变一条的一个效果 就是下面这个图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从serviceA到serviceB 它能完成一个在内核协议站里面一个随流的一个治理 就是其实就一跳就完成了 这样的话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没有那个额外的赛哈文切换 没有这个用户带来到这个内核态的这个额外的数据拷贝 然后也是达成了这个无代理的一个通信模式 这里面是具体的一些那个细节吧 就是说展开了一下 我们在这个high performance 下是怎么达成的这个目标 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刚才讲到的 基于eBPF还有内核的一个可编程的一个runtime 这块达到的最终的效果是能够达到 ro4到ro7的一个高性能的治理 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流量间联的这个阶段 是引入了一个伪间联的技术 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runtime里面的一个增强的功能 就是实际的话是把那个间联的时机 推迟到了这个sendmessage阶段 这样的话在sendmessage的这个阶段中 我们其实是能够拿到这个r4到ro7的一个全站的信息 这样的话拿到这个r4到ro7的全站的信息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七层的一个编排嘛 四层编排可能社区的一些项目已经做了 就是说可能那个好实现一点 但是七层的话其实是用到了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 伪接链和延迟键链的这个技术 最终的话达到的这个效果就是把这个 编排智力的这个逻辑下沉到操作系统中 就是offload的那个kernel中 达到一个高性能的一个目的 这边是一个那个部署模式的一个对比 就是原来我们这个sendcard部署模式其实是peerpod的模式嘛 就是每个pod或者每个容器之间它要有一个半生容器 sendcard来做一些编排的一些工作 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是把这个整体的编排的这个能力下沉到 kmesh其实就是内核中做成一个随 随流的一个代理或者一个编排 那其实是没有额外的开销的 相当于是 这块应该是有一个70%以上的这个资源开销的减少 当然对比的是一个典型的sendcard的这个部署模式 这边也是我们做的一个能力 增强的一个能力 相当于本身 kmesh这一块是 支持对接e4到d 就是支持标准的XDS协议 它控制面是 支持一个平滑切换的一个能力 然后另外的话 因为EPVF它本身可能是有一些限制 一些能力我们也在逐渐构建 整体的话大家可以根据 那个自己的业务场景来选择 因为它本身对 呃 内核版本 其实EPVF能力对内核版本也有一定的依赖嘛 呃 刚才讲到的两个点 一个是我们基于suckmap的加速 啊 就上面这条线 呃 它其实还是现有的这个 基于现有的这个呃 包含invide代理架构做的一个加速 啊 比如说大家的业务 有一些那个 比较复杂的编排逻辑 啊 或者说我 现在对自己的架构不想有 太大的改变 还是想要这个 这个suckmap模式的这个部署架构 那其实可以用kmesh这个suckmap加速能力 啊 大概有个百分之 十五到二十的提升 啊 然后另外的话也支持大家如果是有一些高性能的场景 可以把我的这个服务 呃 通过一些配置来部署成这个无suckmap的这个 部署模式 那它本身的话可以走kmesh的一些编排能力 就是说我既兼容了这个高性能 又兼容了一些那个 比如说负载均衡啊 灰度啊路由啊 这些编排能力啊 就是达成了一个高性能的这个编排的一个逻辑 对 这是这一块的内容啊 呃 这是一个那个规划的一个能力啊 就是一个全战的可观测能力啊 就是服务网格它其实比较关键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可观测嘛 这一块我们呃 把这个流量之理下沉到内核之后 其实是可以做到一个呃 端到端的全战可观测 比如说我们这个呃 这个可兰的端 四外端的一些指标的采集 然后包括服务网格的一些指标采集可以统一上报 这一块是有一个端到端的呃 指标采集的一个功能 然后有个细力度的这个观测 然后还可以做一些EBPF 基于EBPF的一些这个流量力度的那个探针啊 然后另外是可以对接主流的一些观测平台啊 就是这个 普罗米秀斯啊 然后卡发卡这些都可以支持呃 呃 一些标准协议的上报啊 对 这个也是我们近期会构建的一个能力 呃 整体的KMesh的一个能力的概览 先看一下左边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呃 刚才有讲到我们其实是支持标准的协议嘛 就是一层D呃 可以平滑对接 然后你的控制面如果是支持XDS协议 也可以去呃 很简单的适配啊 然后下面这一层我们是做了这个 这个KMesh Controller 就是做了一个呃 XDS协议的这个管理 然后EBPF程序的管理 然后可编程的一些逻辑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观测的能力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KMesh API层的就是呃 呃 呃 做一些呃 转换 包括把一些用户态的一些呃 呃 信息呃 呃 一些模型转换到呃 呃 内核里面的EPF模型啊 主要的功能那个数据面的功能在下面这个Kernel Base里面 这里面是分为两块一个是呃 呃 EBPF 的能力 这块是有一些那个 基本的编排 包括路由啊 负载均衡啊 灰度啊 是在这里面做的 然后包括一些那个指标的采集 然后一些数据的呃 呃 指标的采集一些监测啊 也是在这里面做 然后下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呃 Runtime 就是一个编排的一个基本能力 里面做了一些刚才讲到的延迟间链 尾间链的这个核心功能 然后还有这个协计解析的一些能力啊 呃 整体的几个特性的话就是呃 右边这上面的几个 一个是平滑的对接嘛 因为它是呃 呃 对现有的一些数据面是可以做到兼容啊 然后还有一些XDS的一个标准对接 然后还有一个高性能 高性能的话是有一个呃 呃 将近60%的一个呃 呃 时间的提升啊 就是消耗的减少 然后还有一个低负载 低负载的话就是 从部署模式来看的话 是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CPU和 和内存的这个底造 啊 下面的话就是呃 呃 呃 也是一些能力吧 就是一些那个XDS的一个呃 呃 开源的一个对接能力 然后包括一个呃 呃 破的力度的这个安全能力 还有我们会去规划的一个全站的可观测 呃 呃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呃 呃 测试数据 选了三组 三组场景来测试 呃 最上面这个是那个 库布普洛西 就是紫色的这一块是那个 相当于没有走赛特卡 就是单独走一下那个 KPIS原生的这个服务访问 是作为一个对照组 基本对照组 然后下面是有一个赛特卡模式中间的一个 啊 依次到这个引外模式 去做了一个 第二组的一个对照 然后最下面是我们KPIS的这个能力啊 啊 主要是 对这个路由加协议解析 加LB 啊 这一串能力吧 做了一个 呃 基本能验证啊 可以看到右边这个 呃 折线图 呃 呃 但是可以看到那个KPIS这条线 和KMesh这条线 是基本重合的 那就说明在 做这个编排的同时 KMesh它其实能够做到一个 呃 基本上是 呃 没有明显的 这个消耗增加的这个性能啊 然后赛特卡的这种模式的话 它随着这个并发数的提升 其实它的烈化 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呃 所以就是说 呃 KMesh它最终达到的效果 就是说我把这个 这个流量编排下沉到内核之后 呃 基本的这个编排路由能力 在兼容的同时 然后没有带来这个性能 性能损耗 啊 这个是一个demo的演示 我看一下没出来 看清了 对 是不是放不出来啊 直接 电风开是吧 嗯 行 那要不然这个就 就不展示了 社区里面也有 嗯 嗯 行 那我这就不展示了 继续下一页吧 行 那个 视频可能暂时打不开 然后这个 在我们社区里面 也有相应的数据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路标的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现在支持的能力 是有这个 呃 路由编排的这个 基本的Runtime 这个能力 然后支持这个HTP 1.1的这个 就是R7嘛 是支持这个 R4和SuckerMap 其实不区分的 啊 然后还有一个路由的能力 一个灰度发布的一个能力 啊 还有一个基本的LB的影能力 啊 那个近期的话 我们这两天也会发布一个 就是刚才讲到的 呃 多数据面结合的这个 配合的这个能力啊 就是说大家可以按虚 来使能我们的SuckerMap 或者是 那个KMesh的这个offload的能力啊 呃 呃 对 那个 年底的话会发布一个 那个可观测 然后 明年上半年的话 是有这个 线流 和这个熔断的一个能力 啊 然后还有后续的一个 透明 透明 透明传输的一个能力 啊 呃 呃 对 这是我们社区的一些信息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那个 加入到我们的社区 包括一些讨论组 啊 整体的话我们的项目叫KMesh 啊 就是 谢谢大家 这个信息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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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 刚才讲的KMesh 那个数据进Kernel 那那个 你从Application 到Kernel 到另外一个Application 这中间那条链接有terminate吗 就是你会在KMesh那间 把它terminate 然后重新建一条出去吗 呃 不会的 就是一个forward 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是Application 发出来一条是TLS的链接 在KMesh这边 有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稍等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主要的一个编排逻辑吧 就是刚才说TLS 场景嘛 对对对对 TLS场景这一块 刚才在路标里面有提到 其实这一块 呃我们也有思考 就是说 TLS的能力这个 可能它会依赖一些 一些标准库 对吧 一些间链 这一块我们后续 会把这个流量 呃做一些导出到用户台 去做 呃控制流的一个间链 然后再把流量导进来 就是我们可能是对 主要是对数据流加速 控制流的话 还是要走一下用户台 就handshake 那部分 还是在 对对对对 好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跨Node的话 那个KMesh和KMesh之间 是 是MTLS吗 还是 呃 当前的话 当前的话 他是走那个 魔人的容器网络嘛 就是我们MTLS 能力还在构建 哦 好明白 后续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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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走MTS 所谓的多数就是说那个 呃 呃 因为我们要做L7的那个协议的解析嘛 对 那假设 这个路德上有多个APP 对吧 然后向外发请求 然后有一个APP 他假设它那个协议 呃 就处理耗时比较长 然后 会不会把其他的给饿死了 呃 他这个其实就是说 EBBF它这个能力 它是通过可编程 是植入到内核的嘛 就是我们这边是在那个 呃 内核的一些关键节点 包括这个Connect的 或者Send a Message 是挂的钩子来实现 那个能力 他本身的话是一个随流的 就是说你 你是Pull的离读的相当于 你这个Pull的发这个消息过来之后 就是他本身他 也要走内核协议站嘛 这条路 对 他在这条路上做了一个随流的编排 呃 就是他不是一个 其实其实我想问的是那个 就是有一个APP 然后他比如说出bug了对吧 对 他一直在发请求 使用完了比如说 他一直在发 那里内核就肯定一直在处理它对吧 那其他人是不是就 处理不过来了 就这个意思啊 呃 你类似于故障隔离这一块 对对对对 呃 这一块首先他EPPF 他是有一些 教验机制嘛 就是说你本身可能就是 他呃 你这个编排的逻辑 基本上他是认同于是内核代码 本身是有一定的可靠性 或者安全的这个保障 然后那另外你说那个不停的不停的发消息对吧 对 把内核协计站打爆啊或者或者这种 对对对 呃这块后续我们可能就是结合我们的可观测 呃可能我们那个因为 他可以做到一些细地度的一些观测啊 就是随流的一些观测啊 那我可能可能要做一些指标的采集和商报 包括我后续可能会把它熔断掉 或者可能要做一个反馈的这种这种这种机制啊 就是后续这个能力也会勾建 好理解一下 谢谢啊 然后就想问一下那个内核的版本 现在是最低版本是多少 呃内核版本其实我说了我们这个能力它是分几块嘛 就是那个sockmap其实呃社区的4.184.19就是跟着这个社区的这个版本走 就你可以选择把sockmap就是说你赛大卡这种场景呃 呃就是不用不用offload的这种场景是可以使能的 然后r4的话其实呃就是5.10就是社区的5.10是可以支持的 r7因为我们是有一个run time的增强嘛 这一块其实我们有有些派址我们也会归档 然后后续在社区也会对一些主流的操作系统版本可能会做一些适配 然后去发布出来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说大家可能要结合自己的业务场景来按需 来使能其中的部分功能 啊好的谢谢谢谢 啊感谢 呃补充一个点啊明天这个kmes实际上在那个展区是有个展台的 大家了解更多的细节的话可以去展台那边 呃对刚才那个demo没播出来嘛 大家在展台可以进一步 嗯了解一下 呃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我们是有是有一些七层的一些处理会放在内核里面去做吗 对对对对 那那假如说我在做一些高级的七层的一些处理的时候 就是这个流量治理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我在内核里面都能实现呃跟塞卡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是不是说我还能还是需要经过塞卡的一个一个处理 才能去解决一些比较高级的这些流量治理的一些功能 呃这一块其实我们做这个r7的时候也有这个以后嘛 因为它eBPF其实是有些限制的大家也知道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边是提供了一个看一下 啊 针对r7的话我们是右下角这边是呃 最下面是提供了一个编排的运行室 可能做了一些内核的增强 嗯啊这一块是呃我们本身也做了这个呃 呃路由啊灰度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协议解析的一些 一些功能的开发现在其实已经上线了啊 啊其实这些能力是可以的 但是说高阶段能力可能我们还要逐渐构建 另外一个就是说呃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也支持这个多数据面协同 可能你确实呃当阶段的功能有些高阶段能力还不满足 那可能选择上面这条路通过我们的这个sugmap 能力来做呃部分的加速嘛 嗯然后你有些服务是走高性能的可能你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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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然后我们今天上午的半场就结束了 然后下面是Coffee Time 大家去 订阅一下 喝点咖啡 聊聊天交流交流 然后那个10点50 应该是10点50吧 然后我们这边继续开始上午的下半场 然后那个 大家注意一下那个speaker 能不能暂时先留一下 然后我们有点事情 好